小王小李二人往返于甲乙两地又是往返 那必然多次相遇嘛 咱们说多次相遇研究的都是第一次相遇之后的事 第一次相遇之前咱们以前经常拿来做题 但是第一次相遇之后以前没太见过 今天研究个套 说往返于甲乙两地小王从甲地小李从乙地同时出发 相向而行 两人第一次在聚甲地三千米的地方相遇 哇塞第一次插个小旗写个1 这个地方是三千米 第二次呢在聚甲地六千米处相遇 哎呦这个数量关系好熟悉啊 我记得刚才那道题好像就是第一次三十二 第二次聚甲六十四 那对吧 这次好像又是一样 第一次聚甲三 第二次聚甲六 那说明这题和刚才不就是换了个数吗 这是三 这是三 这是多少呢 别急 我算一算 甲第一次走了三 这回已我就不用管它了 不是那么重要 对吧 那另外一个人就是合走 这个人虽然莫名其妙 游离于他俩之间 但是非常重要 这是总量 这是数学里的整体运算 OK 合走了几个全程 合走了一个全程 第二次呢 合走了三全程 他就应该合走了九公里 假走九公里是走哪 走这 走这 再走到这 再回头 这是不是总共是假走呗 那最后这条路走两遍 是三公里 走一遍呢 1.5 噢耶 这道题不就快速搞定了吗 答案是3加3加1.5 等于7.5 如果做成这样 恭喜同学们得到了一个 诶 这回不是经典的错误答案 这是经典的半堆答案 为什么呢 因为这题里面有一句 非常烦人的话 看清楚咯 这回说追上也算作相遇 哇塞 咱们前面没有特殊说明 已经规定 一般的题目都是 迎面相遇才算相遇 这回怎么追上也能算相遇呢 同学们 开阔一下思路 这个答案是对的 但是不全 来看另一种情况 如果第二次相遇 是两人追上 快的追慢的又会怎样呢 你想第一次肯定是迎面相遇 第二次有可能是快的追慢的 在半路就把慢的给又追上了 来看 那假设王走的短一点 对吧 第一次他走了3000米 是这一段 第二次呢 他又走3000米 但是他比较慢 因为快的那人 跋山涉水跟他相遇 然后又不辞辛苦的 兜了个大圈 追上他 OK 那咱们挨个数一数吧 第一段 王走了3000米 你知道另外一个李走多远吗 好远 但是不知道具体数字 第二次 王又走了3000米 对吧 因为王总共走了6000米 被那个人追上了嘛 第二次又走了3000米 按理说 李走的是不是应该也是一样的路程 和第一段相同的路程 对吧 那咱们来数一数 李怎么走的呢 从上次相遇 李先是没命般的冲向了甲脸 但是冲到甲 他发现 哇 原来这个是假的 真正的王 刚才已经 哎 往那边跑了 于是他又掉头回来 追那个真正的王 他往甲冲的过程 走了3 回来的过程 走了3 又走了3 也就是说 从第一次相遇 到第二次追上 他总共经过了9000米 说明王在走第二个3的时候 李走了多少呢 9000米 那王走第一个3 李不照样也是走9000米吗 很简单 所以第一次迎面相遇 王走3 李走9 而他俩合走的12000米 就是全程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 除了刚刚算过的7.5 用类似的方法 还可以算到 另外一个正确答案 是12000米 7.5 两次都是迎面相遇 那12 第一次迎面相遇 第二次快的 火速追上慢的 慢的连一个全程 都没有走完 就被背上两次 感觉真崩溃 是吧 这样两道小题 合在一起 开阔一下大家的思维 OK 千万不要发生 计算性的错误 套路 咱们都已经 很熟了吗